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香港买楼的内地富豪对香港楼市的认识十分有限 只会购买出名豪宅 但是近些年内地民营资本家相继崛起 积累了庞大的资产 开始为资金寻找投资出路 正是这两年陆续曝光的 人家发现曾经是内地首富的恒大地产的老板许家印 当年花了四多亿港币 买过一套房子 马化腾 咱们说这QQ的拥有者 腾讯的老板 今天也是花了4.8亿 买了一套大房子 而且说这马化腾厉害到哪儿呢 几乎都不讲价 他买的套房子呢 原来的拥有者呢 也是一个大富豪 叫资世光 开价五亿港币 那当然都是顶级地面 不是靠海 就是在山顶上 在大别墅 正常来讲呢 这五个亿啊 他开价 磨来磨去 很可能都磨到四个亿左右 都能降降近一个亿 可是马化腾跟他谈价 没谈几回合 所以以4.8亿港币称交了 人家说这马化腾真有钱 有钱到什么程度 这不讲价的程度 他两个回合 4.8亿成交 完事 跟这个情况类似呢 还有阿里巴巴的马云 在香港呢 也是买了非常好的大房子 包括咱们的体操王子李宁 我们知道李宁这公司 现在上市了 他的身家也成倍的往上涨 李宁呢 也买了很大的房子 当然这房子呢 他已经全家移居到香港去了 老婆孩子都在那边 所以这房子买回呢 属于自住 可是那几位呢 不一样 买了房子呢 也不租也不干嘛 几乎就搁着搁着 这是什么 当做自个儿的一个产业 说白了 自个儿投资啊 没有更好的渠道 那好 我搁到房子上得了 也就是说 内地的富豪 在香港买房子 两方面 一个是身份的象征 就像有的评计 就像有的评论说的那样 富豪到香港买房子 就像女的买包似的 女人买那些包 你比方说有的就看牌子 高档的爱马仕 什么这个这个 路易威征 你要是便宜 几百块钱 我还不买了呢 就买这贵的 它是我身份的一种象征 所以很多内地富豪呢 把在香港拥有漂亮的物业 当做自己身份的象征 第二点呢 也是呢 到那边买房子 等于在一定程度 是自己投资理财的一部分 因为你在这个内地买房子 各个大城市 现在都限购啊 都不让买啊 所以说呢 把这一部分投资的需求呢 给挤到那边去了 当然呢 有人说 说香港买房子 它有个好处 为什么呢 人民币是汇率不断升值 港币对人民币的比价 日趋下降 按照现在的比例算 你等于用人民币 到那边买房子 港币是打了八折 就是人民币的 比港币这一块高出一块来 所以买房子 事实上呢 还能有一些便宜的折扣 在国内通胀形势 致以严重 楼市调控层出不穷的背景下 中国的普通投资者 在全球范围内 配置资产的理念 正在逐步行程 美国全国房地产 经纪人协会 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截至2011年3月的 前12个月内 海外购房者 在美国房地产市场 投资了大约410亿美元 其中来自中国的购房者 占全部海外买家人数的 9% 越居第二位 仅次于加拿大 当然我们说这几条呢 能够解释 现在大陆的富豪去买房子 可是问题是现在呢 还有相当多的 我们这一边的有钱人 在香港买房 他们不算顶级富豪 整个去年一年 2010年呢 香港在2000万港币以上的物业呢 成交了大概250宗 这250宗有接近一半的 是内地过去的有钱人 把这房子给买了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不能把说 去香港买房子 当做救救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样本进行研究 与此同时 我们看最近这一两年 中国人在世界各地 都掀起了买房子热潮 比较集中的是什么呢 华人去的地方 你比方说 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 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 英国的伦敦 这些地方 大量的中国人到这买房子 因为什么 因为当地本来中国人就多 尤其是加拿大的温哥华 那里边买房子 中国人特别特别多 因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温哥华 华人的比例是最高的 经常有的朋友说 说我出国去温哥华 说到那待一段时间 好好练英语 可到那你练不了英语 为什么 你碰着都中国人 哪人都有 你把一见面 有您怎么现在才来啊 这是碰着北京人了 再碰一位 你到那大妈来了 这是天津人 再碰 那啥人才来 这是东北人 哪的人在温哥华 你都能碰着 中国人特别多 到那学不了外语 那么中国人在这多了 买房子线上就出现了 尤其是这两年 温哥华的房子被热炒 房价翻翻 往上涨 很多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中国人把在这个内地这一块啊 厂房那种激进的尽头 比方说 台队买房子 也不问价 就抢购 一要摆就买好多套 把这个风格都挪到海外去了 温哥华特别明显 有时候这公寓啊 开发的时候 没想到像中国人营销 你帮中国人来看了 十看房子 九个中国人 其他把这房子就买走了 现如今 中国买家逐渐成为了 加拿大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新加坡等房地产市场的 投资主力 对于内地富豪的不断质业 欧洲居民多有怨言 很多人认为 是内地客 炒高了当地的房价 有当地人称 房价上涨 都是中国人惹的祸 非常房价 也使得当地的居民 陷入了买与不买的尴尬境地 我前不久我温东华回了一个我的大学同学 他现在移民到加拿大 他跟我讲 他说他们单位呢 跟他一个公司的 有那么一个小伙子 说小伙子都三十多岁 一年呢 他的工资呢 是七万家元 七万家元等于人民币多少呢 七乘以咱这头六 等于四十多万人民币 在加拿大呢 算中产阶级绝对 哎 娶了老婆生了俩孩子 生活挺幸福的 可是最近这一年来 愁眉不展 爱情叹气 有一天他们俩在酒馆里喝酒呢 就问他 这人名叫Michael 说Michael你怎么啦 怎么不高兴呢 是Michael说 你还好意的说 故意的你们中国人 你们中国人造的面 他当时很奇怪 我们中国人怎么了 在我这Michael一解释 他一听还真有道理 他说你看吧 原先我们这买这房子呢 等于我们年收入的两倍左右 比方说一套房子 十四万家元 我一年不收入七万家元吗 现在你中国人买房子 一下把房价抬起来的 变成是我年收入的四倍 所以这个最主要是 我那边还得还贷款呢 更主要的 我拥有这房子 加拿大收房产税啊 根据你市价往上涨 房产税也成倍往上涨 所以本来先 你看我们两口子带孩子 悠哉悠哉的 最近经济条件又不好 我这老婆呢 还没工作了 再找着工作 新出比以前少了 可是我们开支 尤其房子上开支 由于你中国人 这么买房子 房价往上涨 我们现在弄的每个月 你看包括这个养孩子 还得养狗的 然后出去旅游 看电影 再一个我们有点 度假的活动什么的 现在每个月 在前圈儿花没江大江 弄的我现在 经济上都很大魂境 这不就你们中国人弄的吗 我这朋友说那也不对 那怎么能我们中国人弄的 你不会节省一点吗 这麦克尔说了 不行 为什么呢 白人的生活呀 就西方的白人很典型 他们家人 这是你比方说像 看电影啊 出去旅游啊 减肥啊 养个狗啊 带孩子玩啊 包括孩子大了 必须有个独立房间 房子得买大一点的 这麦克尔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 房价中国人一炒 给炒热了 来不及了 这些年欧美绝大多数城市的房价都在下跌 唯独中国移民群居之地不降半生 全球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聚集之地 如纽约藏人街 皇后区的法拉盛 布鲁克林的八大道 旧金山和旧金山的藏人区 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 多伦多 到处的悉尼 墨尔本等地 房价都被高高吹起 在全球经济危机之际 偏偏中国人还在抢购房子 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景观 所以有些战略大人 对中国人炒房子的事 哎呀 还有一件 你们有一套还不够想两套 两套想三套 完了贷款买房子 借钱买房子 你说你是干嘛 自己原来的生活不去享受 当我们的生活搅了一团糟 所以有不少战略大人呢 对中国这种炒房子很不满 包括英国伦敦 伦敦有不少市民说 本来我们打算买房子 没想到最近长成这样 本来金融危机来到房子 就断下 结果中国人一来 太有钱了 把房子一下就给弄了